传说中的美人鱼是很美的 但是游戏中的美人鱼却是很变态的 甚至可能都不能叫做美人鱼 而是一种可怕的诅咒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今天继续来更新这款人鱼找 话说上期视频打了这么久 连一只人鱼都没见到啊 上次结束的时候我拿到了这个小灯泡 他们睡觉了 他还没睡着呢 无趣的家伙 让我睡一本 哟 小胖还在这边 看他那样胯下开开的睡着了 很尴尬啊 我们是要去那边啊 呃 那个救馆啊 救救馆 哇 这是什么呀 一个游艇诶 汽艇 密码 这哪有密码啊 又只能回来 还有什么地方呢 之前这个房门好像 用打火机烤 我来烤一下 垃圾桶 五斗桂 我不为五斗米折腰 这有一封信 近期 土田信南先生 我的律师说我应该要求赔偿精神痛苦 我被说服了 但毕竟找到自己的财路 我决定只收赡养费 多亏心理咨询 我孩子最近也恢复精神 不过请给我一点时间考虑探视的事情 因为和孩子们一样 我的伤口还没有愈合 至于植物间的钥匙 好像是千代在钢琴房的时候弄丢的 请您检查一下 植物间有个钥匙 植物间是哪个呀 哦 钢琴房 对 对 这边 这什么东西 我刚才在说这个话 原来他这里藏了个钥匙 之前没有发现吗 这个钥匙是植物间 现在哪还有门没打开呀 这个房间吗 哦 这边可以打开 旧书和杂质 清洁用品 打火机 这边有木柴 哦 这边可以拿走木柴 他说有木柴就可以给他烧火 让他暖和一下 OK 点点火 暖和了 暖和了 像开了暖气一样 但是 我们会带你去医院的 我现在帮他点燃了 救了他 相当于 那现在的话应该可以去那个 不对啊 要找个密码呀 这个房间是干嘛的吗 简报 对刚才拿这个还没有看 1972年8月的简报 昨日凌晨 在某某湿的水渠内发现了川本小江子的女士和千江千代的遗体 根据目击者的证词 小江子为了拯救溺水的千代之千江 跳进了水渠 三人不幸溺亡 这应该是 1972年8月吗 哇 旧管 这个旧管跟新管其实还挺像的 老旧的洗衣机 这里面有脏水 什么声音呢 感觉怪怪的呀 这边这么多房间吗 这个旧管 中间 沼泽 斧头 这里面的石头嘎吱嘎吱的 能移动吗 隐藏房间 但是在途中 好像 这怎么可以下去呢 也没有那个 庄子 要有绳索和庄子 还有铁锤 窗外有个沼泽地里有什么东西啊 看不见了快去沼泽 沼泽里面有个白色的东西 什么都没有 熊泽 和我一跳啊 这个打飞机的家伙怎么半夜不在房间里面跑到外面来了 我们去旧管找地图也没找到 他也打算去旧管 好吧 我们两个人一起找吧 他让我回房间去 为什么呀 他怎么这么拽呀 这个人 他非要我回去 他会在那边好好找的 如果找不到的话 明天我再去找 他眼睛怎么感觉黑黑的呀 黑化了呀 一般来说这种都是黑化了 那个打手枪混账啊 之前不好好找 现在还了不起了 是吧 行我先回房间 我去休息个几分钟啊 来休息一下 哎 走了好久 脚都肿了 哎 你说脚肿了 我怎么感觉跟那个人鱼不会有关系吧 每天在这边睡觉都会梦见奇奇怪怪的东西 你看今天又梦见什么 两个人影 千代 你为什么在哭 这不会是千江和千代吧 鱼儿好可怜 被关起来 我去向爸爸告状 我们去找奶奶吧 找奶奶 去问他 关于鱼儿的事 于是人鱼就变得越来越丑 越来越丑 就那样死去了 人鱼在生气吗 当然生气 甚至恨得想杀人 奶奶 我们会被杀掉吗 不会被杀掉 因为人鱼害怕我们 害怕这个家的人 外来者不行 外来者会被人鱼作祟 绝对不能让外人进来这个家 哦 我们就算是外人嘛 我们到这个家里面来 不就是在这边来作祟的吗 所以他们拼了命的想赶我们走 那个小鬼头和老太婆是怎么回事 人鱼又是什么 是个传说吗 怎么会有这种事 先去看看邮箱的情况 我咋感觉 虽然说今天天亮了吧 还在呼呼大睡 这家伙怎么从邮箱的房间跑过来啊 做了什么呀 对邮箱 他的表情变温和了 先不理他 那我现在该干嘛呢 让他起床 快去做早餐 本来打算小睡一下 却睡死了 现在我们来一起做早餐 随便吃点吧 已经没别的吃的了 现在很消沉啊 朋友得了怪病 先赶紧找地图吧 他没什么食欲 也没什么精神 这个雄太我感觉 不会是被附身了吧 现在看一下旧馆这边啊 昨天说这边有东西 得到一个钥匙 书房的钥匙 是旧馆这边的书房吗 哦 这边也有诶 钢琴房 钢琴 这边上死我了 这不会是书房吧 手碰不到 这里有一本奇奇怪怪的书 这东西可以推吗 可以推进去吗 这什么呀 发条 得到一个发条 然后我摔了一跤 直接给我摔晕了吗 油箱 终于恢复原样了 我好担心你啊 要先等一下 这个家族的秘密 什么秘密 就是人鱼的故事吗 她是个人质 糟糕 这应该还是一个梦啊 完了完了 她要爆开了 爆僵了 完了完了 爆僵 她要变成人鱼吗 让我回去 这 这是什么 让我回去 原来也是做梦啊 青太郎过来了 他应该是把我叫醒了 油箱 油箱在床上睡觉 刚才失去意识了 从上面摔下来的 导致的 他也在这边来找地图 脸色很差呀 你 这个梦实在是太逼真了 油箱是想说什么呢 没事的话就继续探索 反正之后有事情的话 我们再来问他吧 鱼缸 小孩子的日记 爸爸给我看了好东西 五颜六色的 爸爸说只有他才能拿到房间的钥匙 备用钥匙藏在枕头里面 我捡到了漂亮的红色物品 不知道是什么 把它放进鱼缸里面当装饰 鱼缸水非常浑浊呀 突然钻出一只 眼睛 有人在盯着我看吗 他用定眼 这边很滑 沼泽的水吗 滑滑的上不去 有没有可以打扫的工具 这边呢 那哪有打扫的工具啊 这里有一个钟 哦 对了 这边有一个发条 转了发条 然后呢 下面有个抽屉 拉也拉不上 时钟里面有东西 拨动指针 但是我现在也不知道 应该拨到多少啊 这些时钟上面也没有记载呀 贴这张纸 物多言 物随意走动 他说在枕头里面可能有钥匙之类的 这边也上不去了 好吧 我记得好像是在新房子这边的话 是这边啊 是这边啊 有个清洁用具 对 拿到一个拖把 拿到拖把的话 我来拖一拖这边啊 拖 咋拖呢 怎么会有这种粘粘的液体啊 这里有坚硬的东西 哦 就这个枕头里面有东西 是吧 我能不能拿火给它烧了呀 没有 我算了 先找一下吧 这是壁炉 这房间跟楼下那个 这房间跟楼下那个好像啊 便利梯 梅 梅兰竹菊吧 鹿草 石榴 枝子 疼 化妆镜 沉深害 为什么会有这种东西啊 沉深害 问一下这个呢 镜子上的蚊子 沉深害是什么 生肖或者是时间 称作十二 二十尘 八点 十六点 二十二点 好 八十六 二十二 这边是吧 把这分针先调到零 然后是八点 哦 响了一声 这个呢 又响了一声 哦 什么东西 打开了 装有液体的瓶子 臭死了 这个门封住了 那 这个液体是干嘛的呢 把这边也拖一下啊 就来给这个老头打扫卫生 在废弃的房子里面扫地 这是什么呢 鱼缸啊 什么也不做 我怎么感觉 非常浑浊 这个里面伸手的话肯定会出事啊 先存个档 然后我来伸一下试试 什么也没有 全部伸一遍 不会全部都没有吧 那这个作者我 还没有吗 哦 哈喽 有人抓住了我的手 这不会是那个油箱的手吧 看上去有点胖胖的 塑料制品 这个是塑胶制品 那这边也是进不去的 哎呦 又看我 果然有人在盯着我看 其实盯着我看 有很多种表现形式 不一定非得盯着我看 盯着我的眼睛干嘛呀 来问一下吧 装有液体的瓶子是干嘛的 不要粘到皮肤上 塑胶制品呢 按钮 有气体是启动按钮 行吧 不是我在这点到这个气体的启动按钮 难道我还能把这个东西开出去啊 按钮掉了一个 他怎么连这个都记得这么清楚啊 牛逼啊 我给你装上去 我们又用不到船 盐酸的话可以俯饰什么东西吗 想想啊 这 不会是这个上面有钉子吧 能不能取下这个板子 就可以铺在二楼 那个哦 对 用盐酸来把钉子俯饰一下 好的 俯饰完了 感觉还可以得到两块木板 这个房间进去就是对刚才这里 行 刚才这上面有个房间 我来铺一下 工具箱 铁锤 哦 拿到铁锤了 电话 猎枪 这把枪能拿走就好了 球杆 球杆的话有什么用呢 日记啊 锅炉式的钥匙遗失了 幸好我们有钥匙不成问题 但是要多加谨慎 女佣们说她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不信任她们 女佣们正在打扫大厅的壁炉 我骂了她们一顿 是以为自己很聪明吗 我吃着她们不要再靠近那里了 大厅那个壁炉不就是隐藏房间的地方吗 书架上摆着很多书 铁锤高尔夫球杆 如果有一把剪刀就好了 电话突然响了 我来接一下 谁打的呀 谁 不会吧 又是邮箱 这邮箱我们关系挺好的 是吧邮箱 你这到这房子来了 每天都在这给我整这出 吓我是吧 行吧 不知道下去又遇见谁 反正这个套路我已经熟悉了 像这种以前的恐怖游戏的老套路 都是比较固定的 他已经变成正常了 但是又不太正常 好吧 这可能是已经去世了 油箱他虽然说变成了正常的形态 外表瘦了 快出去啊 让青太郎来清理现场 这确实挺过分的 油箱已经没救了 连内脏和脂肪都没救了 为什么会这样啊 说不定是房间变暖的关系 加快了腐烂速度啊 怪我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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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你在房间里啊 你们发生了什么事 油箱怎么了 熊泰进去了 他应该挺喜欢油箱的对吧 熊泰这个眼神怎么这么黑呀 破掉了 对 他的皮囊都已经破了 他之前就不正常啊 你猜到他疯了 哦 哦 这 他也真的是把自己给破坏掉了 伤口相当深 他是拿刀割了自己吗 啊 啊 怎么 流这么多血 可能他刚才真的是被人控制了那种啊 好痛啊 我要去外面求助 不想再看到朋友的尸体了 我只想快点离开这里 先回去吧 不要勉强自己 已经不想再待在这儿了 现在就走吗 哇 我们主角也黑化了这种感觉啊 黑黑的 难道说这次我真的要乱走 我乱走 往哪走 我都不知道 我 这 这 好像 这样吗 有人在跟踪我 谁在跟踪我 麻烦出来一下 我们见个面 好吗 哦 这边 又在跟踪我 我 绕了好远啊 这次感觉就录像迷宫一样的 都走到我身后了 还不出来 从这边又下来 好 现在又是剧情时间 真的是在这边一通乱走啊 不行 已经不能走下去了 我好累啊 已经搞不清楚 哪里是回本馆的路了 哦 我的身体快冷冻了 我要死了吗 在这里死去 其实林长得还挺好看的 反正他的同伴都不在了 好气啊 如果我再可靠一点的话 就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对八起 但是 无论如何都要离开吗 我已经待不下去了 带着那样的秘密活下去 比死亡更可怕 我不在意被作祟 唯一重要的 只有我的孩子 和那种东西一起生活 怎么可能正常长大 再见了 要走了吗 婆婆 感谢你一直以来的照顾 我害怕死亡 所以我宁愿带着秘密 继续活下去 逃到远方吧 能走多远就走多远 这是达成了一个结局吗 也就是 作祟是什么意思 我们会被杀掉吗 这时候回到了青太郎的视角 真的跑了 现在我们变成青太郎了 我现在也出来了 我也要去山路来找一下 这咋走啊 往上走的 这里是村落吗 之前还没来过耶 这边还有人 那行啊 还能呼叫救援 来呼一下 没人 这哪有人呢 挨一下挨护的问 没有人 这里一个人都没有 这时候来了一个老婆婆 跟她说一下 地主家里有很多不好的东西 这老婆婆好像知道什么呀 不会就是她在这边作祟一般 看不见的东西比看得见的东西更可怕 就是你在害我 总有刁民 想害症 她说我是外来者 然后把这个老婆婆带回家了 搞什么 开门 不给我透露一点讯息吗 我虽然说我是外来者吧 继续往前走走看 这就直接来到了墓地呀 古老的墓碑 告示盘来看一下 蚊子磨损了 土田加利带之木 哦 就是土田那个老爷呀 显身保佑 最早变化非人者 到底写的什么意思呀 最早变化非人者 也就是他可能 就不是人类 而变化成人类的这种形态的 那不就是人鱼吗 终于找到了 然后已经在大路上睡着了 不过还有呼吸呢 这到底是 是不是一个结局 在那个家死去的人鱼故事 好可怜 不管怎么被爱死了 就一切结束了 别过于靠近 那个沼泽和那个房子 行啊 我就知道嘛 我们不就是来 随便地住了一下 最后 晚了 又回来了 我被救活了 这青太郎牛逼啊 还认识路 是诅咒 这时候我们的女主 已经反应过来了 是人鱼的诅咒 人鱼害怕这个家的人类 无法对这个家的人类出手 所以才会攻击我们这些外地人 虽然青太郎现在可能还不信 怎么了 青太郎有点头痛 这也是诅咒吧 人鱼到底想让我做什么 不知道啊 爪 难道说和爪酌的那个传说有关联吗 还是继续前往这个沼泽来探索一下呢 沼泽里面究竟有什么呀 哇 这直接跳进沼泽吗 这也太 真的假的 往下游吗 不会遇到什么怪东西吧 这里面 这有一个 这是什么呢 发簪 好我得到一个发簪 不行啊 这是什么东西 再侵蚀我 不能呼吸 这是人鱼吗 让我回去 回来了 不过是青太郎救我上来的 他在窗户那边看到了 他刚才被一个奇怪的黑影抓住脚 青太郎他现在还不相信吗 青太郎你的头在痛吗 说不定是感冒了 你别嘴硬啊 这就是诅咒啊 我不想睡 好害怕梦见那个梦 再去找一下逃出去的线索 看一下青太郎睡着了 把身体搞垮了 这个还能进吗 进不去了 哎呀 这个熊太也不见了 倒在这边 笨蛋熊太 为什么要做这种事啊 他其实就是被控制了嘛 我会和青太郎平安回去 你和邮箱也可以瞑目 拿到一把菜刀 惨惨的 菜刀的话 我记得之前有个枕头要我们割的 在二楼这边吗 这个地方 钥匙 不知道是哪里的钥匙 哪里锁了吗 这边锁了 二楼走廊的右边 这什么呀 衣服 红紫 木箱打不开 拼图一样东西是机器官吗 哦 我懂了 这边是一个红 紫 粉 黄 蓝 是在哪有那个图来着 在这里 没 路 可以拿走这些图鉴 行吧 红色的是石榴 紫色的是藤 粉色的是霉 霉是这个吧 黄色的是这个 枝子 这样 打开了 麻袋和工作手套 绳索 看一下我有什么吗 绳索 铁锤 高尔夫球杆 还插什么东西吗 绳索有了 铁锤有了 物进入锅炉室 什么东西卡住了 用高尔夫球杆 哦对 原来高尔夫球杆在这里用 钥匙和一张纸片 锅炉室的钥匙 但我不会告诉老爷 他严禁我们进入锅炉室 里面一定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是锅炉室 这边呢 这边可以打开 全是水管 船钥匙 这个瓶子有什么用呢 瓶子好想拿走啊 发电机 哦这东西倒了 我还以为是用这个船来撞的 那现在的话材料已经齐全了啊 该怎么样 这样就行了 可以下来吗 麻袋 地图 沼泽的右边有一个红色的标记 什么声音 那里有东西 提灯 坏了 提灯 有什么东西 这难道是那个人鱼啊 哦 看来是人鱼 好胖啊 这个人鱼 它应该是 长期被这个沼泽的水养育 所以说 它现在变成了一个 肥人鱼 哇 直接被吓晕了 我以为它胆量很大 结果还是一般般吧 就 青太郎这个时候感觉有点不妙啊 头痛还没好 没办法正常休息 领又乱跑了 行吧 那不休息了 现在头痛得很 果然不见了 又要去找他 哇 头剧痛无比啊 我快要裂开了 快我要裂开了 呃啊 倒下 非常无助啊 这时候铃在这边是醒过来了吗 好像没什么事啊 问题不大 天亮了 我直接睡了一觉啊 不错 看来这个铃 它的睡眠非常的充足 睡眠质量好 青太郎来了 隐藏房间 我看到了地图 但是有一点不懂 难道是一个藏宝的地点吗 上面那个红色的标记 青太郎干啥呀 你这 干啥呀 你 哦 青太郎身体在发抖 他好害怕 两个朋友都没了啊 如果说 领再没了 那青太郎就一个人了 抱抱啊 要亲亲要抱抱 我这应该是接受还是拒绝呢 但是我感觉怪怪的 接受不呢 接受了 我就知道这家伙被附身了啊 平时都是这么叫我的 现在 那那等一下吧 我 他被附身了 那我应该拒绝了 又是这个萌 不是萌 不能呼吸 谁来 塔斯给对密一下 原来是青太郎 他把我放在了这个水缸里面狠狠地压制着 行吧 那这次的话 我应该要拒绝他了 拒绝 我拒绝跟你亲亲 好多脏话呀 他也跟熊太一样变异了 你真是个无知的女人 玩了青太郎 这什么东西啊 我逃跑了 这边要存档啊 往哪跑呢 只有这里了 躲不躲闪呢 躲闪吧 这边躲不躲闪也是个问题 他掉到下面的地板去了 难道说已经死了 掉哪儿去了呀 这 他把自己砍死了 真是 太痛了 好痛啊 什么东西才能给你止血呢 把斧头拔出来 快拔出来 青太郎没了 好惨 他又站起来了 让我别碰他 哇 太强大了 居然 斧头我不能拿吗 青太郎 哇 他的血迹一直延伸出去 这么强大吗 青太郎 青太郎 你要做什么呀 他才不想这样死去 他要干嘛 他要进入这个沼泽里面 找到地图 离开这里 他让我离开 果然是真男人 青太郎 青太郎 让我来处理你的伤口吧 不要丢下我一个人 你这个笨女人 跳下去了 这就算是 结束了吗 只剩我一个人了 青太郎也没了 这个什么东西 手表 要做点什么 离开这里 我能直接走吗 在这边可以调查一下 这个地图 上面是北方 红色标志就是东方 在图书馆这边调查一下 找到了 手表水平放在左手 并将时针对准太阳 表盘的数字 12与时针的中间 几位南方 感觉这个船应该可以用 在这边使用手表 这张地图标的是东方 找到另一边有什么 现在只剩我一个人了 我只能靠这个东西是吗 这咋走呢 也不走啊 哦对我这有个引擎钥匙 之前拿到的 坐飞船 来到对岸 这块地面好纯 好奇怪 隔山 我怎么直接一来 就让我下来了 我这还没走两步路呢 就直接就下来了 这咋回事 身体突然好冷啊 这不会是跟那个油箱 一样的症状吧 爆破装置 我想当爆破鬼才啊 我进来了 然后后面跟上了一个黑影 这个的话 哎呀 好胖胖哦 这个 怪物啊 这是人鱼吗 这难道是以前 美丽的人鱼在这边 变成了那个 胖人鱼啊 肥肥鱼 所以说那个 打不开了 这桌子上的液体 我怎么感觉 可能有什么奇特的作用 快开门啊 是谁啊 过了多少天 丧失了对时间的概念 为什么我还活着 我的朋友们明明都死了 肚子好饿 好想吃牛胆饭 还想你掐肉啊 我不会要吃这个 人鱼吧 居然有人来了 这不是那个老头吗 虎田姓南 居然知道我还活着 是吧 我吃掉了人鱼 吃了可怜的人鱼肉 真可怜 我已经疯了 人鱼还不是鱼 他带我离开这里 没人会相信你 发疯后说的话 这个土田姓南 就是他们家族里面 把人鱼带过来的吧 某个尼姑的故事 17岁的貌美姑娘 吃掉了村子里招待的人鱼肉 便拥有了长生不老的身体 800年之后她去世了 甚至连她的死都是谜团 说不定她还活在某个地方 而你又会变得如何 我都疯了 吃了 人鱼 原来人鱼是用来吃的 我以为是用来干别的 就是比如说展览 观光 马戏团 这种 我不会死 吃掉了人鱼肉之后 我就获得了永生的能力 非常牛逼 有点意思 不错 这个结局 这结局是好结局 是吧 达成一个不错的结局 800笔丘尼 这个800笔丘尼原来就是这么来的 活了800年 好吧 那么我们达成了一个结局 这个结局就是其他人都死完了 反而主角获得了永生 这个人鱼爪 他打到最后 没有人鱼 只有个爪 这个戏的剧情 说实话 按我现在的看法 来评判的话 有点老套 但是放在10年前 应该还是不错了 那么本期视频 我们就玩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 拜拜